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早安, 早安 還不做事? 慢點… 慢點 冷靜, 跟我來 我真的不知道記者從哪裡彈出來 客人這麼狼狽, 你最近出入小心點 不趕緊, 晚點再談 Britany, 我想問問你 上次不是幫你拿包裹回家嗎 收不收到嗎? 有, 謝謝 別客氣了 怎麼樣?找我最好事嗎? 沒有, 想問問你 待會兒有空一起吃一頓飯嗎? 約我吃飯? 嫌剛才看的板杯不夠精彩 想聽到竹盤嗎? 不是, 我…你不是當和我吃一頓解胃飯 我不是落仔下吃, 我… 解胃飯?我被人淋了而已, 還沒死 Ashley也說要去的 我只要有Ixlander codfish with kingpon 其他照顧 還有我們這一行, 什麼客人都會遇到 就像上個月而已 我被客人用粗口問候我全家 我就罵他了 你真的… 真的不想戴嗎? 我回家對著馬桶罵了五分鐘 然後蓋上去衝刺 可以嗎?你家裡的馬桶是什麼牌子? K字牌, 多厲害的粗口都能衝走 我家裡用Q字牌, 什麼Q都能衝走 這些事外人看就覺得很收家 但看外人看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需要教壞 這次就淋了, 下次不知道淋了什麼 不用怕, 你越害怕 他們就會越得寸進尺 是呀, 早知道他們帶你 你就把他小小了 會笑, 我以為你聽不懂這些 我爸爸在上來不用開口罵人 他家裡的官威比法庭還厲害 這些才高張 罵完你, 你也不知道 對了, 你的粗口哪會學回來的? 你爸爸, 你是哥哥 先給這位小姐 謝謝 媽媽, 看著前面才假, 只顧著罵 大妹回來了 是呀, 阿玉說賓館的燈膽壞了 就回來幫忙換掉它 對了, 你那兩袋是什麼? 一袋是阿玉的電腦零件 她說電腦壞了, 上不了網 另外那一袋是我朋友的家地方不夠 現在你中環那邊這麼貴 你哪有錢? 我能夠搞定了 還有, 如果你有空幫忙畫那兩個妹 我經常顧著當攤, 也不空理他們 所以我是回來幫忙 乖乖是你了 謝謝 歡迎光 謝謝 有什麼可以幫你們? 請問你們有沒有看見海藥浪? 這裡看出去就看到一點點海 酒店約租三千, 我們這裡三百 老婆, 你看看 就這間吧 麻煩先生給我到櫃桌登記一下 好 老婆, 我登記一下很快回來 來, 蓋好張片子, 冷了 很快回來, 謝謝 打算住幾天 先住幾天吧, 看看怎樣 你想想清楚了嗎?Tracy 你不用再勸我, Vivian 從中學到現在我是誰人最清楚的 我現在只想要一個信德國的律師 幫我弄清所有手續 上次見你倆還好好的 你不要坐下來聊聊 兩夫妻子的事, 下了一口氣就沒事了 其實如果是小事都不用走到這個地步 我成了第二個 你還有什麼好說? 別說了 對不起 你老公知道嗎? 他知道 他也有在我和男朋友出街 誰說要離婚的?肯定是你 是我老公 不過說真的, 不是有第三者的話 我們也差不多玩完了 你知道嗎? 我們沒有考慮完整個半年了 你們倆都忙, 沒時間而已 哪有關係? 就算多忙, 也不會沒過跌倒的時間 對吧? 為什麼? 我想是因為兩個人已經失去了那種感覺 其實結婚十幾年 怎麼會說沒有跟你對話說 或者令你心動過的人出現過 問題是你有沒有膽子走到這一步? 你說是嗎? 你問我嗎? 是呀 我沒有 說真的, Tracy 我跟你每天都見這麼多人 如果真的要心動的話 我想我們回來了很多次了 你的女兒Julian 好像是我做B很多年了 所以我老公也為了跟我爭回撫養權 但是我自己是律師 我很清楚我贏了什麼 我有這麼好的工作 我有穩定的收入 他不可能爭得贏我 我可以失去了我的老公 但我一定不能失去了女兒 好, 你也知道 一牽涉到欠撫養權的時間了 你要有心理準備 好 好 是甚麼這麼一神 人家不知道以為我們搭桌子 沒有, 有個朋友 最近去了土耳其旅行 放了一些照片上網絡網絡 Tracy 我何時有說過是Tracy Tracy現在也沒心情去旅行 她做甚麼 她跟老公在教離婚 是嗎? 早前還看見他們夫婦八絕 去喝茶嗎? 這些就是人看你好, 你看人好 也沒有, 你看人好 你的口味也好嗎? 這點是我朋友聽開, 借給我聽 我讓我沒那麼醜 誰敢這麼膽量, 說是老婆醉? 有時候聽到客人說這麼多話 真的老了, 這個說要離婚 那個又搞外遇 你那些人是不是傻的? 是嗎? 如果我遇到一個正確的就要走在一起 那當初我就不應該結婚了 你說是嗎? 我不一樣, 我從頭到尾都只有你一個 你不嫌我包包臉嗎? 我就是喜歡你的包包臉, 很滑 你聽到嗎? 貓叫聲, 這區舊區有嘮嘮貓很正常 你看看, 那隻貓真的夾在上面 我先看 來吧 先生, 有隻貓在你外面的鹽碰 喊得很淒涼, 我可不可以進來看看? 什麼? 貓是你的? 是呀, 牠很丟臉, 爬槍 幸好沒掉下街 你住樓上的嗎? 好像沒怎麼見過你 我剛剛搬進來的 你現在這麼有, 我想不太方便 老婆, 等我來 先生, 大家住隔壁鄰舍, 幫幫忙 你也不想我打狗狗狗 一會兒警察又到, 消防員又到 只會大家今晚沒得睡 我已經睡了 幸好沒事 小心 小心 你以後再這樣, 我就不理你了 謝謝 你看看, 伯母、伯父多疼你 爸爸, 不如抱抱吧 乖…有媽媽照顧著, 看著就行了 你慢慢照顧著 好, 謝謝 這隻貓肯定很大隻 你看, 腳板, 帶腳伯來的 好搞笑 你怎麼有用過貓的嗎? Jaden沒告訴你嗎? 以前我們拆樓的時候 很多貓被人遺棄的 後來我收養, 難道這麼多才沒養 那我需要立刻幫牠打針嗎? 又或者立刻幫牠絕育 先打防疫針吧, 絕育可以遲一步 或者我也不想牠這麼快絕育 幫我生幾隻貓仔和貓女 到時候一起玩 爸爸, 一隻就足夠了 貓貓 有… 多久了, 貓貓貓貓 謝謝… 大妹, 你拿回去喝吧 謝謝, 媽媽 再不是, 你請你朋友喝也行 不過你不要經常給阿菊了 還壞了她 她, 她還是小的嘛 又是這句 傻丫頭 不好意思, 麻煩你 可不可以借毛巾、盤、地拖我用一用 好, 媽媽, 等我來 你在房間等我, 我拿點東西進來 麻煩你 好吃 我把毛巾給你 謝謝你 不好意思, 我老婆有病 你先替女太太, 我替你拖 謝謝你 老婆, 你的衣服都塞了 是嗎?來, 先攝一條毛巾, 先不要緊 我把衣服拿給你換 我幫你拿 謝謝, 在第二間盤子 老婆, 我裝點水替你抹身 走 櫃桶也有點生壽, 不跟你拉過去了 下次容易拉 好, 謝謝 怎麼了? 你說什麼? 別哭了, 你幹什麼? 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 老婆, 不要這樣 他怕有什麼不舒服? 我父親在金色色的 不用了, 我替他抹身 換他衣服就行了 他已經睡了, 這裡等我可以, 謝謝 老婆, 那有什麼事 你跟我們在外面說? 謝謝 老婆, 你答應過我什麼? 你現在乖, 你跟我睡一覺 明天睡醒, 我才跟你出去 可以嗎?乖… 我跟你們說話, 你睡覺吧 謝謝 我們今晚要住了, 替我賣一張單 我行了, 你明天連鎖匙 一起交給我們就行了 我想你現在賣一張單 其實你也不用這麼急 你真奇怪, 我現在賣一張單 不行嗎? 我沒問題, 等一下 在心裡的天, 我會想見你 你只是說了, 我想要是多了 你會想說了, 只要是沒問題 你太好了, 想不去 你是否真心 你長得太多的 你會想起雷 好, 你是否冬天 你經典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接你出院嗎? 是呀 Giselle 謝謝你 你來了? 是呀 你怎麼樣? 感覺如何? 我好很多了 對了,你是不是幫我拿了 Mr.Fan的上台筆記? 謝謝你,我真的服了你 你出院的時候已經找著溫習 醫生不是說你壓力太大 要多約會嗎? 我沒有幾天學,就當他約會了 而且這些東西這麼難 走了一堂很難補得回 你看清楚,看有什麼漏了 我就幫你拿碗出去洗 之後就帶你回宿舍,好嗎? 謝謝你了 走吧 怎麼樣?好一點嗎? 算你了 我根本超累的,空空 今晚早點睡覺,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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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去一身,說一宗案件 被告叫陳建安,今年45歲 是一位中港貨妻司機 不過在事發的時候,他已經沒有再做 死者是他的太太 案發的時候後本身癱瘓 要用輪椅代捕 好,是什麼原因譚? 腦子有事 是幻想末期的腦幹加質瘤 有這個病會怎麼樣? 會四肢失去組的活動能力 還有客人本身沒有力氣 對了 Giselle 這個病會令病患者 失去自我照顧能力 相信秦先生辭職的原因 都是為了可以全職照顧太太 走吧 你怎麼說可以咬? 你們在那裡等一會 Mantes Winna 好了,沒見了,你好嗎? 行了,這次找到你 就知道案件是棄手兼Dennebo 我最喜歡你找我打Dennebo的案件 其實任大狀 打這種類型Dennebo的案件 也很厲害 對了,為什麼找我不找登勤? 反正是大律師,有見權便安 坐下等一等,謝謝 因為他只能當我對家 否則我怕我老公合作 明白 好,我提示一下大家 棄手的不是單納本身 而是客人 秦先生 這個是范大狀 今天開始由他代表你 中大狀那邊 不會再接手你的案件 秦先生,你覺得很熱嗎? 要不需要我叫人幫你開大個冷氣? 日假的嗎? 屍水溫 還是我們人太多,你緊張? 這宗案件的資料我看過 當中有幾點、二點 我很想你為我解答 第一,在事發當日 有人看到你和你太太 在墮海之前是在說話 好像在爭執 有沒有這樣的事? 第二,我想知道你和你太太的關係 是好還是不好? 好,不要緊的 你慢慢想清楚再答我 第三,根據醫院的紀錄 你太太簽了一份DNA 放棄急救同意書 意思是你太太病情變壞 在沒有任何起色的情況下 阮方是可以替她拔掉口 但是事後 你代表你太太 申請取消這份同意書 有沒有健康的事? 如果你不希望你太太放棄治療 為什麼轉頭又推你太太下海 想她死? 陳先生,我希望你能夠回答我的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商量一下 如何幫你打這場官司 作為你的辯護律師 我們是很需要你的合作的 阿姐,這樣吧 你想一想我剛才跟你說的話 我們再談 我們要想辦法讓她開口說話 否則拿不到指示很難代表她 之前的中大狀都很想了 這次靠你 J&H,即是什麼? 當然是Jaden和Holly,這樣也要問 這條鏈是我送給大腳伯的 畢竟是我和Jaden收拾她回來的 假假地也是我們的愛情結晶品 很可愛 好可愛 幾位小姐,我們購買一購一購買一購 做了這個月 你怎麼會考慮購買套票呢? 我沒所謂 我不用了 那以後就沒得吃餐了,算了 你不來誰幫我拿東西? 對了,剛才留下了你 私家手霜在廁所,為什麼? 那我們先準備一下 謝謝 對了,剛才你不是有話跟我說嗎? 我看到Jaden和那個女生在一起 那會不會吧? 認錯人了 謝謝 要不要買外賣給你嗎? 不用了 休息了,不睡就不虧了 為什麼男朋友做錯一個決定 女生就死咬著不放? 那就要看一個男朋友有多錯 有些事不是說聲對不起就算 那要怎麼樣?很累 要我說多少次對不起? 有時候說了也沒用 回頭又做那些事 對,性格很難改的 你是這樣,就是這樣 遇到這邊的隊長 現在進攻及防守 今集姊妹為進 有塔洛魔法師教大家 CATING的小貼士 大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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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打電話來的 登記吧 後來看醫生才登記 我這裡要通過驗血 做X光和做超級音響 今晚不可以帶她走,她留在這裡 那我可以在外面等嗎 有什麼我打電話通知你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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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根本無權這樣做 其實流浪貓有這種情況很正常 與其要牠這麼辛苦 不如讓牠舒服走 醫藥費比貓更貴 我不是在跟你說錢 牠也是生命 也有媽媽跟你和我一樣 你們這樣真是謀殺 Polly,為什麼你不接我的電話? 我不想聽你的電話 Polly,你聽我說,對不起,你聽我的解釋 我不想聽你的解釋 Polly,你讓我進來再說 還有什麼好說?你做了什麼你自己知道 Polly… Polly,先喝杯茶 其實如果你派Jayden再來煩你 你暫時可以先在我那裡睡著,好嗎 不用了 Jayden平時都沒有保留這間屋的鑰匙 或者… 他不知道突然之間誰會找他的東西 不知道怎麼解釋吧 我去了醫院,看到阿清 然後呢? 然後我回來,大腳八卦就出事了 原來這個世界真是有禍不單行這件事 你打算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就是你不對 如果你認定了Holly,為什麼還要拖別人呢? 其實我認識阿清很久了 比Holly還長 其實我不想一腳踏兩船 但是有艇,埋幾個也不能埋下 那是怎麼樣?想飛飛不掉嗎? 這個女人的性格跟Holly完全相反 她瘋了,如果我飛去 我想連私下也找不回 你又想飛飛不掉 我又被人飛了一半 看來也要跟你學習一下 你先幫我搞定這件事 你平時這麼多辦法,幫幫我吧 我做事多辦法而已 我不像你,我很專一的 我都沒有這些經驗,怎麼幫你拆? 唉… 怎麼了? 我不懂得說,你自己看看 是嗎? 喂,坐下了 你今天搞甚麼 對不起 是法庭不准吃東西的嗎? 不是我的 是不是師父又想考我們? 早安, 范大壯 林楓嫂, 任大壯 阿空有成竹等苦 想肚子餓嗎?沒那麼容易 想肚子餓都找你徒弟, Chris 所以我就沒讓他跟進這宗案件 說不定, 肥炎, 不過沒想到 這麼巧他家就開這間賓館 更想不到你的前輩子 跟你打同一宗官司 早安 早安 早安, 本來沒試過這麼齊人吧? 是嗎?不是還要喝夠嗎? 早安 死了嗎? 我都第二宗 你還記住以前的事 氣性好優點 任大壯 怎麼樣?李Sir 那個家人怎麼樣? 還唯一一個字都不肯說 幸好這次案件是女官 算是抽到一支好籤 打 HCCC3879 Stroker14 秦健安, 請棄立 被告秦健安, 被控於2014年8月12日 星期二 於九龍城杜輪碼頭謀殺40歲女子亦群年 觸犯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212章第二條, 你認不認罪? 紀錄在案, 被告答辯事, 沉拔不如 兩位判官 假如我以被告不認罪這個基礎 繼續審這案件 你們有沒有異議? 我沒異議 我也沒異議 那之後雙方同意, 我們繼續吧 你說你在九龍城碼頭開當報紙檔 案發當日早上七點鐘 還有報紙檔有沒有照常營業? 我星期一至星期日都要開檔 不然我怎麼看到那個女人掉下海 死者真份, 雙方都沒異議 之前有沒有見過被告和死者? 那一陣子 他們每天大約五六點左右就在店裡 不過那天差不多七點才見人 為什麼你這麼清楚是差不多七點? 因為沒多久第一扇船就開了 第一扇船是開七點零五分的 平日你看到被告推著死者做什麼? 沒什麼做的, 到處逛逛逛 男的就坐在那裡看報紙 女的就坐在鄰椅看海 案發當日你看到他們 跟平日有什麼不同? 那個男人就沒看報紙 一直推著那個女人看著海 是否會這樣? 事發的招馬圖是否特別少人? 怎麼會?那天是閒人 很多人搭船上班 我看到那個男人跟那個女人 說完話之後 那個女人就慢著轉頭 之後還想自己落地 當時你看到死者距離岸邊有多遠? 很近 當你看到他們倆的時候 你跟他們隔多遠? 應該…十米左右 我看你戴著眼鏡是因為… 我有近視和腦筷 你剛才說趕著搭船上班 看到有人跌下海 你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嗎? 跌下那一刻我看不到 當時我聽到有些重的東西 跌下海的聲音 那我走到碼頭邊一看 原來是有個男人跌下海 那我就急著地跌下海救人 被告被救上來之後 還是不是清醒? 清醒,不過他當時很瘋狂 大叫不要救他 最初我以為自己聽錯了 接著他手指指著海 原來是說不要救他老婆 證人,你說被告上岸的時候 仍然指著海大叫不要救我老婆 老婆,你可否形容一下 被告說幾句話的時候表情是怎樣 可以,他當時一直說一直哭 還不激動,我認為有點奇怪 可否解釋一下 正常來說,你只說哭而叫你去救人 沒理由哭而叫你不要去救人 你說是不是?搞得很瘋狂 左姑娘,你可否跟我們介紹這份工作 我的醫院是做病人家屬聯絡 負責跟進病人的覆診情況 以及額外的支援 那被告最後一次帶死者來覆診 是什麼時候的事? 去年11月6日 應該一個月覆診一次 醫院沒有跟進度嗎? 有,其實與死者當時的情況 我們是建議他留院接受護理 那為什麼他沒有來? 是他老公說來也沒用 後來他連覆診也沒來 他老公是誰叫什麼名字? 秦健安 Mr.Fan 來到這個階段 你當事人給政公的機會大不大? 不官閣下 我也很想給你一個清晰的答覆 但這一刻我只能夠回答一本一本 原來你不是怕煙,只是容易出汗 是嗎? 之前我問你的四個問題 大致上我也有出答案了 好,我告訴你 會把婚結婚紀念日和太太的名字 紋在手上的人 又怎麼會是無緣無故 推太太下海的人呢? 在未有裁決之前 沒有人,沒有人是罪有應得的 審訊到了這個階段 就算很快就到辯方作供了 你告訴我 你想不想上證人台給口供? 還是你選擇繼續像現在那樣? 太可怕了吧 fod你可以去不模仿 那老人 可以吃了 我聽起來 很eon 那 還是 我訴求 safer 我 我之前也有那隻Toy Poodle 他死的時候還買了小棺材給他 可惜香港不像馬來西亞Morped Sematary 還說寵物墳場? 到時候我和你死的時候 骨灰都是洗我的廁所 我以前在駕駛時 經常見到那些人養著大狗 也不知道自己家裡的豆腐人那麼小 弄得家裡就像狗屋一樣 其實我也有疏忽 明知道大腳八那麼小 喜歡跳跳紮 我就應該關門窗了 最少那晚這麼巧, 我不在 不然可以幫你牠做貓吧 好似我撿牠回來 然後又送牠去死的 其實誰可以幫寵物說不? 牠想不想安樂死, 你又怎麼知道? 在香港, 如果有人想安樂死 你幫了牠的話, 你也有空手 我記得在第二季的時候 我都讀過一科刑罷刑 也說過自殺是一種刑罷刑 對呀, 自殺死不去也要坐牢 那條廢例在英國帶半個死機 前年都記住了 不知為何以前連自殺都可以是刑事罪行 因為有一種看法 人都是創造者的手造物 生命是牠給你的 不然你說不要就不要 不然就會犯了自殺死, 自我謀殺 香港以前和英國都有這樣的法例 是212章侵害人生前例第33美條 都沒有了, 在1967年掛起了 但協助他人自殺還是刑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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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最高監禁是14年 所以就算是自殺 我最多是對不起媽媽 是從她生下出來的 關於是怎麼回事? 犯罷這個問題也很討厭 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爭辯 我覺得死對我來說 是一件好意願的事 自殺我更加從來都沒想過 我小時候經常被人欺負 我還試過放光水、航、跳海 但我現在才知道 什麼不殺我們會令我們更加強 Oli, 我們遇到的人和事 其實都是有恩果 而且他們的出現 都是有特定的原因 想我們學習一些東西 戴腳巴這件事也是 所以你別那麼開心, 別那麼執著 其實我也寧願戴腳巴 他自己想安樂死 否則, 我好像做了殺人坑守 我想我一段時間都不會養草蜜了 Holly, 每件事都擺盛上心 這樣很容易生病 學你最好 開心就買衣服買鞋 不開心也是買衣服買鞋 對, 她常常把嘴巴不收 你再這樣, 或許封的雪上趴你走 好害怕 小姐, 我已經疾少了你了 有嗎? 她老婆落海的案件 你們都知道她夫妻之前 住在賓館一段時間 其實我覺得她老公也挺可憐 為什麼這麼說? 他們兩個其實很恩愛 老婆就很不妥 只是想死過多一點 阿花, 其實你有沒有考慮過 做我們辯方的職人? 她師父在做共方 阿花, 想想她吧 扭死 Cow99大家 好大啊 我告訴你 你гр vold賣 我告訴你 你叫他 你叫他 我叫你叫你叫你叫isa 叫你叫他喊 叫我叫你叫你叫你叫他過來 這件事挺有用的, 替我補充三份 先放下 莉莊, 我找到這件事 仍想要不天 價值與流線 理論與實戰 在每段過程裡 亦好好發展 我和你和你和你 如雪冠斑 面臨著何時 何時尋覓有反智 挫敗中難免 腳步一大片 讓我們記住 創意深深的臉